咱们就是说旺仔你还有多少口味是真不知道的 朋友们我真的震惊了 我没想到旺仔牛奶糖有这么多口味 你们看 一共整合出了12种口味 奶茶味 特农牛乳味 红枣加心味 酥荷味 香蕉牛奶味 草莓味 草莓酸奶味 红豆牛乳味 黑芝麻味 乌龙奶茶味 巧克力加心 就连我们最熟悉的原味才有稿式 上面有不同的祝福 寿城闪电极礼奔利 偶像爆红大吉大利 朝日脱单 一夜暴富 情感甜蜜 欧气爆棚 人生巅峰 望远南汤 我先来试试这个特浓牛乳吧 这熟悉的黏牙确实挺浓的 但是也没有浓到直冲天灵盖上 薄荷的 喝的是有点贵啊 还挺好吃 凉凉的 但是不苦 几乎没有什么奶味了 很像你在嚼一团 凝上了很久的牙膏 在上面那一截 香蕉牛奶 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 香蕉味 黄色圆圆的那种冰棍的那个味道 接下来是我们熟悉的 浪味鲜 都没有吃过这个浪味鲜 它真的毫无毫无吃 这难道不是每个人的童年吗 除了这个经典的蓝色 田园蔬菜口味 它还有 盐烧海苔味 意识番茄味 串烧味 红桂口味 还有黑松露味 这个黑松露味应该是最新出的 乌西妈黑的 一眼望去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除了这个黑的 田园蔬菜 还是我清新微甜的蔬菜味 盐烧海苔 海苔是很纯正的海苔味 稍微有一点点腥 意识番茄 番茄味的很像那个亚土豆 但是会比那个稍微酸一些 串烧 串烧的味道是那种烧烤味的干脆面 红桂 红桂的味道也意想不到的 有一些清新 然后稍微有一点点的甜味 说不清楚是啥味 反正我挺喜欢的 黑松露 它这个说是黑松露味的 但是咱也没吃过黑松露 也不知道黑松露啥味 如果它不告诉我它是黑松露味的 我会觉得它是大蒜味 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俩最好吃 清新又不是香香 这个旺仔超QQ 看起来可能是比QQ糖更QQ的QQ 这可乐味的 它确实很耿旧 比普通的橡皮糖都要更耿旧一点点 里边是可乐味 然后外面包了一层这种酸酸的沙 有点像罗森卖的那个酸沙虫 但比那个要硬一些 这个还挺好吃的 接下来旺仔牛奶 谁的小眼睛还没有看大家 像不像 你别说这么多摆在一起还挺好看 黄色的果汁味 话说我东北口音明显 说的不就是普通话 我也觉得我说的就是普通话 但是大家好像一听就能听过来 那天我还刷到有一个姐妹得了新冠 然后发现自己忘了河南话怎么说 只会说东北话了 她说它是果汁味 但是又不说是哪种果汁 我喝下去之后细细的品味 觉得有一点点类似于橘子的那种味道 但是不是特别明显 还是挺好喝的 绿色的是苹果味 苹果味就很明显 喝起来它就是那种炼乳的味道 混着特别淡的那种 我们小时候熟悉的苹果冰棍的那个味道 应该是那种国内比较常用的苹果香精的那种味道 原味的欧泡果奶 我还没有喝过欧泡果奶呢 给我欧泡给我欧泡那个广告 我早是看过 这里边是白色的半透明液体 这个就是乳酸菌的那种味道 比我们平时买的小瓶 那要稍微稀一点 草莓味的欧泡果奶 那就是草莓味的乳酸菌 有一点点酸不辣鸡的 接下来是六种坚果牛奶 这个味道吧 就感觉像是你的母亲刚买到那个破壁级之后 调制出的第一种饮品 买了六种坚果 然后自己用那个特壁级全搅在一起了 然后什么都没加的那骨子味 也不太甜 坚果的味道毫无修饰 这个是咖啡奶 奶味和炼乳味更浓的那种雀巢瓶爪 巧克力奶 我感觉它用的是真的可可粉 但是这个味道很奇怪 你感觉它虽然溶解了 但是它的巧克力味和牛奶的味道没有融合在一起 它是分成两层漂浮着的 就很贵 这里面这么多口味 我觉得我最喜欢这个原味 这个果汁味 这个咖啡也还凑合 这两个真的有点贵 你一定猜到了 这里有一个必备曲目 混合在一起 不是这么多吗 睡个一下 这个味太冲了 完全都是它的味 还不错 真的还可以 不错不错 我有个厕所要上 到这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谢谢你 谢谢大家